他会太悲哲 义虎 你师父有没有讲过破阴阳镜的办法 没有 对了 师父说过 凡是给阴阳镜照死的人 在三天之内只要翻过镜子的另一面 把死去的人一照就可以复活 我我去阴教军营把阴阳镜偷回来 不容易 不过这也是唯一的办法 你千万要小心 夫人 你千万要等着我 我一定要把你救活 你个个也真是的 我并不想跟他争这个王位 只是为了正义 将来推翻暴政 谁坐上这个王位都没关系 只要他是为了造福万民 巫王 我跟哥哥下山 就是为了驻舟灭报的 没想到进攻行刺 不幸失手 可他为什么突然改变了呢 看来一定是有人从中挑唆 使他迷了心窍 要他保护城塘江山 探土继承王位 他这一作孽 就伤了我三元大将 相夫 你说怎么办呢 今天晚上土行村去盗取 阴影宝境 看结果如何 我们再做打算吧 大帅请 好酒 一定要多喝两杯 来来来来 喝个饱 吃个好 喝个饱 吃个好 来来来 请 大帅 请 来 王子 有了这面阴阳宝镜 胜过千军万马呀 真是殷商鸿福齐天 我想不久 就可以把江子牙等人全部消灭掉 对 来 让我们大家为王子干一杯 对 干一杯 来王子 来 干 来来来 我们再来一杯 对 预祝消灭 全部反贼 活着七发 讲解 好 祝我们立下大功 凯旋返回朝阁 干 干 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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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杯 好 好 心伤永存 怎能不喝个痛快 是的 等明天我们打上了仗 我们再喝 先休息一下 大王子 你醉了 王子 休息一下 大王子 我也回营休息了 大胆 竟然盗取冒净 大王子 快起来 有人盗取冒净 谁敢当劲 吐行孙去了这么久 会不会出什么事 他为了我的女儿 真可是情之意尽 真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地回来 吐行孙有地形之术 即使倒不来阴阳镜 他也不会出事 吐行孙回来了 可回来了 你怎么了 你受伤了吗 一点伤 不碍事 阴阳镜差不多到手了 可惜胡生坏了我的大事 我要再去 一定要将阴阳镜抢到手 不要莽撞 经过今夜 他们必然会加紧防范 你还是先养好伤 再做打算 是啊 你可不能再去冒险 可 可是我的夫人怎么办 我 我要救我的夫人哪 极也没用 我们再想办法 岂有此理 居然敢来盗我宝镜 要不是你及时发觉 我差点找了他的道 王子 我看他们还会再来的 他们有三个人被我宝镜召死 必定会来盗镜救人的 对 可是那个土行孙会土盾之法 令人防不胜防 土行孙虽然了得 要是他敢再来 我一定要把他逮住 你有办法对付他 我已部下天罗地网 我就是怕他不来 如果他要来 我要他死在这 你真有这样的把握 当然 夫人哪 为父真是没用 道不成宝镜救不了你 夫人哪 你要是真的不能复活 我也不想为人了 您说过 我们夫妇要同生共死 我不能让你离开我呀 夫人 我无论如何 也要再到阴阳境 把你救活呀 别动 别动 你果然又来了 你要的宝镜在这儿呢 过来拿呀 拿呀 拿来 拿来 是 尹教 你这卑鄙小人 江丞相当初救了你 今天你居然恩将仇报 你没好下场 住口 我偏要讲 你这叛逆不听师父之命 你才行事 你不得好死 给我上 看来我要到九仙山去 请你师父下山 才有办法解救 师叔 要是你去了 谁来主持大局 何况阴教的阴阳境 没能够抵挡 师叔 不是我破冷水 就算师父来了 也未必能破阴阳境 丞相 出事了 什么事 我女婿图姓孙不见了 相爷 阴教和胡生正在领军教阵 这个阴教也太猖狂了 而且他 他 他怎么 什么 他还调着土行孙的尸体 在阵前药物扬威 这 什么 让我出去杀了这个畜生 亲女儿女去报仇 将军 邓将军 邓将军 丞相 不要管我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亲女儿女去报仇 我 我一定要亲女儿女去报仇 哪吒雷阵子 在 你们随我去讳讳这个畜生 我把他说 军商王子 建江师叔 所以才埋没了天良 殷嬌 你还不及早回头 师叔 我劝你及早回头才对 你又何必协助反贼以下反上呢 只要你肯过来 我殷嬌继承大统之后 丞相之位就是你的 荤话 成堂气数已尽 西州五王以仁德治国 天下归心 你不要再痴心妄想 胡说 我承堂江山不会亡的 我真后悔当年错救了你 这也是我命不该决 师叔 就算你当年对我有恩 我也不想与你为敌 就请你退军吧 我杀了你 邓将军 vel, 不要追 forum 公子 他们又施行颜大将 且放江子牙一马 好 好 三日已过 看来是无法借救了 为得呈堂寸土 却已令多人战死将长 武成王 你把他们的尸体运回西齐 是 武王 我要到九仙山找我的师兄广成子 相父 可是这里 就请武成王看守营地 代行军令 武成王 在 千万不要出战 是 杨姐 哪吒雷阵子 你们小心保护武王 日夜严加防范 不能有师 是 师叔 不过 不过 照英雄所讲 师伯也未必能对付得了阴阳境 虽然如此 他总有收服自己徒弟的办法吧 是 师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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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他的苦心 他用阴阳境 已经杀死我军中好几元大将 师兄 你总有办法对付他吧 阴阳境 乃是我九仙山的镇山法宝 我虽破不了阴阳境 但我总可以收服这畜生 我们叫朕也没人敢出来 他们到底在等什么 等什么 等死 谁敢出来送死 让他们这样拖也不是办法 我们预备好兵 明天就准备全面进攻 对 我们打他个片甲不留 报告大王子 有意道人求见 道人 请 是 是 师父 你还认我是师父 师父 秦叔弟子有假咒在身 不能全礼了 尹娇 你在我洞中说过什么 你还记得吗 弟子没有忘记 那你的所作所为 是否违反了你的誓言 你速速随我去见江师叔 他是个宽宏大量的人 可原谅你一时无知之罪 我们师徒也免伤和气 若不听我相劝 将来后悔莫及 师父 弟子禀告 弟子乃咒王之子 岂能驻舟伐咒 古话说 子不言覆过 臣子也不敢欺君 弟子又岂能去杀父呢 你还要强词夺礼 师父也曾教弟子 未修仙道 先修人道 人道未完 先到原也 弟子所做的 只是按师父之教导而行 畜生 你反而怪罪于我 周王无道 有什么人道可言 你看看天下百姓 归心于谁 周王恶贯满盈 你若能认清实事 顺从天意 驻舟伐咒 尚能报音一脉啊 师父 哪有师父教人 不忠不孝之礼 师父 弟子师难从命 这呼声啊 你不听为师所言 我 师父 你何苦为了江子牙和反贼即发 与你的弟子为敌呢 江子牙助武王乃顺应天意 你夹以阻拦乃逆天而行 我绝不容你 师父 我要逼了你这反叛的冲伤 师父 我已让你三剑了 敬礼了 你若再要激剑的话 休怪我无礼了 难道为师的要怕你 好 王子怎么办 我不怕他 但要速战速决 你求着你 传我命令 明天全力攻打西级军 是 師父 原来是道长 师兄 师兄请坐 师兄 你去劝说阴交结果如何 这畜生不肯听我相劝 还用阴阳镜来对付我 他已经完全失去人性了 也怪我教育无方 制令你们损兵折将 道长不要自责 这大概也许是我激发的结束 禀告五王丞相 阴交率大军进攻 相父 我们是否要迎敌 我们既然破不了阴阳镜 唯有先行退兵暂毙 传令下去退兵实力 是 吴城王 在 请你保护五王先退 我和哪吒杨检断后 是 好 好 好 词 我 在 你去前面看看战况如何 遵命 后面终将注意 加强四面警戒 是 哥哥手段凶残 灭绝天良 看来他越来越像父王了 让我去跟他拼了吧 不要一气用事 你既然知道他灭绝天良 他也绝不会对你 顾念手足之情的 你去跟他拼 也只能白赔一条性命 相父 前军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只是挡住了他们的进攻 既然无法破他的法宝 首先却也是挨打的局面 不如我们退回西齐 再图后继吧 五王 不要灰心 贫道有依法 可助你西周 师兄为什么不早说 印教纵有百般不适 总是我的弟子 我不想将他赶至绝路 师兄的心情 我明白 究竟如何破阴阳镜 只有文书广法天尊的太极图 只要能借到太极图 阴阳镜必可破 事不宜迟 我这就去五龙山 师弟 你的责任重大 还是留在这里 就由我去吧 那就有劳师兄 师父 我陪您去 不用了 你就留在这儿 帮助你江师叔 我去了 请问你师父 文书广法天尊在吗 你找我师父有何事啊 我有急事要与他商量 师父迎牛未归 可对不起了 可知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师父先宗未定 可能长久不凡 可能忽然回来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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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郊的大军已全军开盗 正向我四面攻击 哦 牧长 你虽五成王保护五王先退 是 齐鱼中将随我应担 是 杀 哥哥 我看你有多大力 哥哥 滚开 不 江子牙 看你往哪儿跑 追 江子牙 看你还往哪儿跑 阴郊 我曾经救过你 你竟如此回报我 你虽救过我 但我也多次放过你 恩已报 今天我被杀了你 纵然你能杀了我 他日你也不会有好下场 看我送你归天 住手 好 畜生 你快交出阴阳境 痛改前非 我还可以饶你不死 师父 你不要吓我 你也知道阴阳境是你所不能破的 你还是回山去吧 免得伤了我们师徒的感情 殷教 你不从失命 今日大难临头 还敢如此猖狂 师父 你既然帮外人对付自己的徒弟 那我们师徒的关系 就一刀两断了 畜生啊 今日是你的死期 死后 你休怪我师父无情 那师父也休怪弟子无情了 或计bab 这 师父 这 师父 师父 师父饶命 饶了弟子 饶了弟子 我愿交还阴阳净给你 师父 饶了我 师父 弟子愿助五王伐咒 向江师叔认错师父 饶了我 太迟了 你一心想当皇帝 连自己立下的誓言 都不顾了 你触犯了天条 上天不能容你啊 这是你自取的 师父 徒儿知错了 师父 你就饶了徒儿这一回吧 师父 你就饶了徒儿吧 师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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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知今日 又何必当初 好 好 好 林娇已化为灰烬 不声 还不归降 走 这次胜利多亏道长相助 他日自当回报 拼道只是替天行道 尽阴交已死 拼道也要告辞了 师父 道长法术高强 不如留下来和我们一同伐咒吧 此乃天命 平道要回九县山了 既然如此就不强留师兄了 告辞 师父 吴王 我们也该重整军营 为攻打游洪关杀入朝歌做好准备 好 哥哥 你已化成了飞灰 我只能为你立此一关目中 好 哥哥 当初 你若不是贪图富贵 想将来继承王位 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哥哥 你若是真的有心悔过 就保佑我们驻州伐州 解救万民吧 啊 师父 你有没有怪师父太狠心哪 如果 不是哥哥反其道而行之 师父也不会下次毒手 你明白了就好 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我和哥哥从小在一起长大 母亲死后更是相依为命 我只是舍不得他 我也知你手足情深 我要走了 你就留下帮助武王完成大业吧 千万不要跟你哥哥一样 弟子知道 那就好 师父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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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叫他们大军再前进一步 是 大王 据说殷红还在江子牙军中 你要设法把他抓回来 大王 呆王不要着急 只要我们能够说反他 就像说反银骄一样 用他来对付江子牙和鸡发 到时候不要我们动手 西齐大军也会损兵折将 他如果要是不肯呢 那我就把他杀死 好 二王子 谁 贫道申公报有礼了 你来干什么 你不用紧张 我是没有恶意的 我特意来给你送一封信 信 送信不用小兵 而要劳累你 我看这封信一定非同小可吧 这个当然 你父王一直在找你 他很想念你 这是他给你的一封信 把信放在地上 请 隐红爱子 你兄殷骄已为成堂设计阵王 我年事已高 身体欠佳 望你速回朝阁 将来就由你继承王位 隐红爱宝 承堂江山已被江子崖害死 将来的江山就是你的 还是听你父王之言回到他的身边 将来继承大统吧 他是你的父王 你是他的儿子 世间哪有儿子帮助外人讨伐父亲的道理 这是乱伦处逆的行为 你少说废话 他早已不认我了 否则 他怎么会让达记杀了我的母亲 怎么会对我和哥哥下令出展 这全是误会 你想想 他若不认你 怎么会让我老远亲自给你送信来 他若不疼你 怎么会把江山交给你呢 你还是好好考虑清楚 想好了 你就去游婚官与总兵窦戎联络 他自会为你安排的 我先行告退了 你还是好好考虑清楚吧 老爷 你无需这样担心我们夫妇就今战阵 难道还怕江子牙他们吗 印教和胡生他们法术高强 都死于阵上 若是西齐大军真来进攻游魂关 我怕是 他们虽然厉害 但是游魂关内住有大军 他们想要攻进来 也并非那么容易啊 难哪 快看喜怯 喜怯飞来 这是好兆头啊 对啊 原来是国师 国师远道而来 是不是戴王有什么吩咐啊 戴王有令 命令一定要坚守住游魂关 不能再让江子牙前进一步 臣誓死效命 好 还有一件要事 殷红还在江子牙军中 戴王很是想念他 所以派我前来劝他投降 结果如何呀 他说要考虑 如果他答应了 他会来此找你 你要好好接待他 并速速派人回朝阁 向戴王禀报 是 这是什么 你 莫非你就是秋明山的火灵圣母吗 嗯 你还有见识 你是谁 贫道 深宫报 深宫报就是你 我听呼声提起过你的名字 哦 圣母 令途呼声 已惨遭江子牙等人的毒手了 我正是为此事而来 呼声为周王效命 帮助阴交迎战江子牙 想不到 会被哪吒用乾坤圈打死了 他们太可恶了 竟敢连我火灵圣母的徒儿也杀死 我要挖出他们的心肝 来祭奠我的徒儿 有火灵圣母在此 相信江子牙等人 一定难逃此厄运 圣母 她就是游魂关总兵斗龙 相信她能助周王一臂之力 希望你们能很好合作 把江子牙打退 到时我一定奏请代王 封赠厚赏你们 我只为徒儿报仇 非为周王打江山 什么赏赐 我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圣母果然道行高深 非凡人见识啊 我还有事要先回朝阁 游魂关就交给你们二位 祝你们美战必胜 捷报早传 是 是 这又是神功报的诡计 我这个师弟真是执迷不悟 是 英雄 您要记住你师父的吩咐 是 神功报仰你回到周王的身边 只是想利用你来对付我们 你可千万不要重计 你们请放心 周王残暴 令百姓万民受苦 我理应大义灭亲 断不能贪图富贵 逆天行事啊 好 你师父有你这样的弟子 他也可以宽慰了 难得你身名大义 你果然和你哥哥不一样啊 吴成王 你过奖了 江丞相 申功报诡计多端 我们还是早日攻破游魂关 杀入朝歌 免得他再失手段 我们明日攻打游魂关 好 游魂关总兵窦戎 以前是我的属相 明天就由我先出战吧 好 好 黄飞虎 你以前是大将军 如今只是一个逆贼 看边 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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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飞虎 回去告诉江子牙 说我火灵圣母来了 为我徒儿呼声报仇 叫她小心她的性命 快撤 快撤 撤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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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灵圣母这次为报仇而来 要破游魂关 就困难了 师叔 火灵圣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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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通